云林北港朝天宫前的商店街 今天清晨有一家麻油行突然灿出火苗 由于火势猛烈 屋主夫妻受困火场来不及逃离 经由警消人员的救援 两个人在送医前一度没有生命迹象 经过急救 屋主仍然陷入重度昏迷 火在现场火势相当猛烈 上方人员拉起了水线拼命灌救 新火点吸一间麻油行 大火瞬间波及到隔壁两家商店 当时屋内三人受困火场 一名女子只有受到轻伤 不过起火的麻油行老板姚姓夫妻严重抢伤 送医之前都没有生命意识 经过急救之后 屋主还陷入重度昏迷 我们第一时间就破铁门 然后破窗 他已经逃生到这个出口这边了 由于年关将近 发生这期火灾有形的损失 虽然只有几百万 不过过年期间不能够营业的损失 难以估计 至于伤者还在医院抢救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